学长被控 硬上撬学妹还口报 却因裸照救了她 学妹指控学长性侵她 没想到却被查出两人是炮友 台北市一名有男友的女子 与她的大学黄姓子属学长 一直处于暧昧的状态 去年九月 黄南跟同事以及学妹一起上KTV 唱完后黄南送学妹回家 两人在学妹家顶楼发生关系 但后来学妹指控 黄南违背她的意愿性侵她 而且不止这一次 2015年2016年黄南也曾性侵她 还害她堕胎 对于学妹指控 黄南坦诚两人曾发生五次性关系 但变称她希望跟学妹结束这个关系 没想到精哀告 检察官调查后发现 假如学妹2016年就被黄南性侵 为何2017年还跟黄南出游 还可以牵手漫步公园 且学妹去年三月间遭到黄南性侵后 还又赖传讯息 你鸡鸡太小我没兴趣 有没有练鸡鸡的机器 跟她的裸照给黄南 因此认定两人是炮友 19日将黄南不起诉 动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